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国际旅游达人南希 此时此刻我正在美国的怀鸥明州 这里是Big Horn National Forest 现在是在半山腰 我们把卡车停在这里 然后给你们拍一下这个半山腰的风景 周围都是这样很高的悬崖 悬崖下面有一条小溪 从峡谷中经过 我这里是可以听到声音的 在本期的视频中 我要去这里的山上抓鱼 然后烹饪 并出在山里的小溪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可以临时停车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环境 自然风光 这个地方从山峻岭 我们开了几个小时的车才到这里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山好高呀 这个就是国家森林公园的名字 Big Horn National Forest 在那个山下面就是 溪流 可以听到溪流的声音 我给你们展示一下这边的风光 因为我们只是临时的把这个车停在了这个停车区域 因为这个高速路的话 只有这种停车区域才可以停 然后我们接着还要往前面开车 要到山上去 这个地方真的是基本上没什么人呀 有的都是游客只有 那个就是我们的大卡车 我现在隔着车窗给你们拍一下窗外的一个景色 这个地方的公路也是蛮陡的 这样曲折蜿蜒 然后上山 游路上开车都是这样的 需要一定的技术 所以你们如果驾驶技术不是很好 的话不要来这个地方 比如这个地方的公路非常的陡 这样湾圆不盘旋上升的 而且呢这个山上面的空气也比较稀薄 本期的视频我就介绍到这里呢 欢迎您的收看和关注 我是国际旅游达人南希 我们下期见 拜拜